一户人家失火,许多重要东西都复之一具,包括结婚证,当时并没觉得结婚证烧掉了会有多么大的影响,夫妻照做,日子照过,如果他俩能太太平平地到老,那一直证明也许真是可有可无的,问题在于他们过不下去了,他们准备离婚,孩子的抚养,财产的分割等等一切事情。 都以协商妥,双双同去办离婚手续的那一天,接到办事员向他们要结婚证明,他们拿不出,他们说,同事,邻居,亲戚,朋友,谁不知道我们是夫妻啊,要什么证明呢?办事员很坚持原则地说,一定要证明,总要先证明,是,然后才可以证明,不是,对吗? 两人于是着手来证明,是,先找到当初为他俩牵线的,红娘,红娘,为他们证明了当年认识,相爱并终于结为夫妻的事实,又找到两人共同的朋友,一对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夫妇, 那对夫妇证明了当年两,对新婚小夫妻一同参加蜜月旅行团的事实,还找到从前的邻居,老邻居证明了那年他们的双胞胎出生,他和他分别当上了父亲和母亲的事实,最后他们找到了各自的单位,单位人士处为他们出去了婚姻状况证明, 他们拿着这些证明走进了当初办理结婚登记的主管部门,该部门对以上证明进行了认真负责的审核,终于为他们补发了婚姻关系证明,为取得这一证明他们花去了好几个月的时间,齐心协力。 他们很长时间没有这么齐心协力过了,证明了他们是夫妻,现在要将彼此的关系改写成,不是,已经非常方便了,但忽然两人都犹豫起来,不是吗?有那么多的人证明他们是一对夫妻,他们自己何不也再来证明一下呢?